谁说酱豆腐不能成就大鱼大肉 我们今天就要挑战不可能 让酱豆腐和肉还有鱼成为绝大 做出两道红艳艳的俘虏大菜 首先第一道 健康软弱的俘虏扣肉 扣肉是不少人的最爱 风鱼的五花肉经过蒸汁 排除多余的油脂 变得筋银水润 肥而不腻 五花肉里的脂肪酸经过转化 也有了保护心血管的特殊作用 尤其是和腐乳搭配 进行调味之后 咸味有了 上色省了 配料丰富不说 前后只用两种调料 竟然就做出了不可思议的效果 如此的搭配 简直是省事又没味 所以话不多说 就来跟着我们的五星级酒店总厨 颜飞一起 来学习一下 这腐乳扣肉的做法吧 首先第一步 当然还是要把作为主料的五花肉 处理一下了 五花肉最重要的 就是去腥 去血水 我们在焯这个五花肉的时候 要凉水下锅 放入大量的葱姜 用这个葱姜水去焯肉 等到这个肉全部变色 再硬了以后 我们就捞出来 浸泡到冷水当中 防止这个肉质煸老 这个时候 我们的去腥处理就完成了 之后我们把五花肉 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片 按照一层五花肉 一层土豆的顺序 层层叠放 你注意了 因为扣肉成品之后 是要扣在盘子上摆盘的 所以要在最下层放肉 而最上层放土豆 这样倒扣过来之后 才能让油脂 流向土豆的方向 达到最理想的成品效果 这土豆片的作用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能吸收肥肉过多的油脂 而且能吸走风鱼的肉汤 让土豆风味更盛 吃起来也是有肉有菜有淀粉 营养构成也格外全面 而最后一步 就是这扣肉蒸制的步骤 在蒸制扣肉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调味 扣肉的制作 要在蒸制的过程中做到 让肉上色 去腥 入味 还要保证汤汁的浓郁和风味 做起来十分麻烦 但大厨之前却告诉我们 这些复杂的步骤 只要有了腐乳的帮忙 都能简化 甚至只用两种调料就能做到 这又是真的吗 像这么一大碗扣肉 我们只用一块姜豆腐 配上两勺蚝油 再加一半碗水调开 浇到上面 再铺上葱姜蒜碎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达到 一个理想的效果了 我们只要倒入 没过顶层土豆一半的腐乳料汁 让它发挥调味作用 腐乳里本身就具有盐分 能够帮助扣肉入味 再加上红曲米的天然上色效果 配合腐乳的酒香 能够去腥 只要烧加蚝油增加鲜味 就能达到相当理想的效果 所以这样调味的扣肉 只要上锅蒸汁一小时的时间 再取出扣在碗中 另外还可以搭配一些超过水的西兰花 或者小油菜在周围摆盘 这品项极佳 有菜有肉 又且不油腻的腐乳肉菜